封兄 七兄 封兄是想我和老娇花比谁先打死小辈 非夜 此番比事只比武功昭氏不凭内力 你们二位都不可运气发功 他们俩谁先掉落枝头就算谁输了 只是逼他下术 只能逼他下术 你和老七谁要是动了内力 不慎伤了小辈也算输了 打架还不能伤人 这种比试的法子也就你黄老邪想得出来 欧阳前辈 请多多指教 那快下去吧 大侄子 七公 还请手下留情 别那么紧张 我不会伤你的 你到底是比武还是躲猫猫啊 前辈 你太厉害了 晚辈可不敢跟你硬碰硬 不过是郭靖小赢啊 前辈可得抓点钱啊 别跑 四十 爹爹 靖哥哥接了老毒物四十招了 小林草 小林草 下去 我族的摔跤都用不上了 下去吧 不愧是金哥哥 爹爹 你看见呗 这一场 郭敬胜 耀熊快出第二道题吧 耀熊 这是干嘛呀 那是我夫人的琴 从前在桃花岛上 我们金场情消和明 现在她不在了 只剩我一个人了 第二场 咱们 考音律 不是说好考武功吗 怎么又考音律了 你是不是龙 人家刚刚说的考才学 爹爹 你这是偏心欧阳课 金哥哥从小在草原长大 你拿管弦司主靠他 岂不是刁难他吗 我无意偏袋他二人中的任何一位 我在意的 是你的母亲 还是耀熊公平 忠情忠义 不偏不倚 那话都说到这儿了 考什么随便 来吧 来吧 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 那咱们 遗嘱香之后 就开始吧 二位闲职的桌上 各有两根枝条 跟着我的琴声 敲技节拍 谁敲得好 谁就胜这第二场 离离离离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害了 闭וס户 黄老邪 祥考的不只是音律呀 看见没有 我们接着随便的 就和黄老邪形成对抗之事 看到没有 他们两个在给我们客人伴奏呢 库尔 库尔 郭敬 归云庄一别 你进步神速啊 多谢黄道主 还叫什么黄道主啊 靖哥哥 你已经连赢两场了 等什么呢 黄道主 你跪下坐身 这局胜负已定 难道 靖哥哥不该改口提亲吗 这一局 郭敬 在定力上 内力上 确实更胜一筹 但克尔 在音律上 远胜郭敬 这一局 算平手 爹 你耍赖 还是耀雄公平 再出一提 一决胜负 黄老邪 如果这样都算平手的话 你就存心偏袒了啊 怎么了 堂堂丐帮帮主 说不起啊 欧阳峰 小七 咱们 还继续吗 七兄 七兄 那 咱们继续 好啊 耀雄 这本小册子 是我的夫人 当年 金手所述 乃是她的心血所济 你们两人 在一炷香的时间里 可以通读一别 然后 背诵出来 看谁背得又多 又准确 胜出者 就当是 她母亲的在天之灵 亲自 挑选的女婿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